未帅子南路花一千一百 哈喽大家好 前阵子呢就是刚去了这个海南的万宁啊 主要是奔着这个放松去的 就没有怎么想着拍素材 但是碰到的倒霉的事情实在是实在是多 零零碎碎的又是拍了一些素材啊 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万宁的一些感受吧 如果你们后续就是有去这个海岛度假的计划的话 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这次住的呢是万宁的这个神州半岛 其实快到的时候就是我有点 就觉得大事不妙了 就是四处都破破的 就是感觉哪哪都在建筑施工 但是你一进到这个度假区里面 你就哇哇就里面觉得哇哦 就是这个分化真的特别的明显 就是海岛度假那种氛稳就熟的一下就上来了 我们到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太阳很毒就是去海边 就不太合适就怕晒伤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去一个 网红景点逛逛 到了地方真的就是想说 有些工队侦探也太离谱了 就是感觉是一个就是村子里面 然后旁边有一个田 很吵 你们很吵 你在抖就什么 你是抖就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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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 瞎眼 哇 秘贵 把这小心脏让人要你整个扑通扑通的 感觉上家就是想打造那种田园风情 而是特别美好的 比如你晚上可以在田野旁边 露营看星星那种 但是不好意思 真的这个地方都是屎 就是到处都是屎 特别是那个天气一热之后 那个屎一蒸发 味儿巨宠 我觉得这是很难评 这它成功吧 然后之后我们立马去了这个网红灯塔 这个名不是我给它取的 是它自个人就叫这个名 就是听着就自作说挺雷的 然后在我们去这个灯塔的路上 就有偶遇了一片这个海滩 谁知聚好 像说咱也是海边长大的 但是真的 第一次见到这么干净的海 而且这边的人也比较少 就是当时嘛 我们看有人在那边玩冲浪什么的 当下就是打算 就是不想去那个灯塔了 就准备找个地方租个冲浪板 自己玩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之前提前在网上 看了那个冲浪的价格 一为二 就是一个教练带两个学员 五百五 一个人 一个人五百五啊 不是两个人一共五百五 就是两个人一共要一千一百块钱 就是 就是想说 原本是打算就是租一个板子 然后自己在网上看一下 那个冲浪教程 自己玩玩得了 但是我们到了那个冲浪店之后 人家不租给你 人家一听你是新手 人家就不租给你了 因为就是出了事情 人家要担风险的嘛 就是一定要有教练陪着 后边就是来都来了 而且那个教练 就是咋子蛮帅的 哈哈哈哈 冲浪就很棒啊 就是除了贵以外 就是没有任何的毛病 我觉得就是很值得花钱体验一下啊 就很好玩 一切都很好 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吧 就是有个突发事件 就刚才就跳板的时候 不小心把那个板子 就是正好有个浪打过来 那个浪 把那个板子正好打到一个女孩脸上 嗯 我们在这边等下送那个女孩去 后边还好就是那个女孩 没什么事情 她就是休息了一下就好了 嗯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就是这个运动是真的 有风险在的 就是正 其实正规的充浪店 都会给你提供 就是买保险这个服务啊 就是记得一定要买 好吧 在这个沙滩玩完之后呢 就突然有了一些人生的感悟 就觉得旅行的意义吧 就不是一味的就是打卡经典 像我们这样没有目的性的 就随意走走玩玩停停 就感觉更有度假的氛围 坏了 坏是这么说啦 但是 只是不好意思 结果傍晚的时候 还去去打卡了这个 一梦林同款的日落霸 就是买一瓶啤酒 你就坐在那个沙发上 什么也不干 就看看日落 吹吹海风啊 就是 真的很舒服 就怎么说呢 就是身心由内而外的那种 感觉就是整个人被治愈了 这个日落霸呢 其实它是在那个 喜来登酒店的沙滩上 就是你如果住这个酒店的话 你直接从那个酒店上面下来 就会比较的方便 我们是住在这个酒店 两公里以外的一个民宿 也很方便啦 我们有在那个酒店消费的 我们后边也在这个酒店 吃了酒店的自住 怎么没有请面子车的地方 干嘛 没想到穷贵也会来 整个就是自住的氛围特别好 你可以边看乐队的表演 边看看海 然后288移微宝 就觉得还行 就是吃的东西 一般般你主要就是为这个环境买单 我来之前一直觉得万宁的消费很低的来之后 就真的发现是误会了 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吃的时候 就在一个很像一个沙县的那种店 就随随便便吃了一点 就两个人就是七八十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自住200多吧 就是还可以 第二天呢 我们预约了这个出海肤浅的项目 肤浅的地方呢 就要做这个家庭岛 它离万宁的石梅湾比较近 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换地方住了 妈的 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倒霉 因为这个浮潜是不能涂这个防晒霜的嘛 所以你们出发之前最好准备一些防晒服啊 就是防晒的帽子之类的 游玩的过程当中 不能往身上涂抹防晒霜 记住了没有 涂抹防晒霜以后呢 下海以后呢 山湖会遭到破坏 会死掉甚至会白花掉 大家明白了吗 出海的项目呢 是598 一个人啊 一个团 十个人 很贵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国内的这些 大阪哥海沾边的项目 都非常贵 这个价格呢 就包括了一些 有服务钱啊 然后一些海上快艇之类的项目 很好玩啦 但是如果你拥船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别去 如果你就是实在想玩的话 一定要吃 晕船药啊 不然就会 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吐了一路 你什么都不想玩 因为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真的不想玩了 但是我们的领队就是 有一直过来拉我说 哎你玩吧玩吧 就起码玩一个 就来都来了 就是钱也花了 哎 就是后边我还是玩了一个这个浮潜嘛 就是你带着设备躺在那个毯子上把头埋到水里 因为他们这个海的能见度很高 好像有十多米吧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 真的很清楚的 也就是远距离的看到那些鱼啊和珊瑚之类的 然后你还可以提前买好那个鱼神 就是你肤浅的时候 就可以在海里面撒 然后鱼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就是这样 反正说是这么说的了 反正我撒了一路 根本就没有鱼离我 但是 就是趴在海上也蛮难受的 我就是在海上不小心小兔了一下 嗯 就是鱼就过来了 对 还有个鱼儿要感谢我 因为鱼饲料没什么 还是什么科技鱼盆活什么的 我这个就要吃纯天然 中午吃的什么呢 中午吃的非常嫩牛饭 别的也就没有了 就是 我只能说人倒霉的时候 就真的很倒霉 就是 我不是很难受吗 我就趴在一个床上吐 然后 我一个脚没站稳 我就摔到海里去了 等我爬上来的时候 就是爬到时候 手就各到那个船板上 把那个手链给砸断 这一波真的是学费 这两天五 断了 那还好我就跟着你后面捡到了吧 好不好 刚才没发现好像掉孩子 掉船上了 我就看到你没有那个 找到我就讹你一下了 但是也断了呀 什么牌子的 质量这么不好啊 但是现在就是修好了 就找了门口那个配钥匙的 给我焊接了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